發生了一起嚴重車禍 這是國道三號南下香山路段 在昨天晚上六點半左右 發生了這起車禍 當時一臺連結車疑似下 扎道的時候 沒有注意前方車流 追轉了一輛造車之後 又連續追轉了四輛車 消防局接獲了這簡訊報案 到場住員 一輛被連結車跟油罐車 夾擊的自掃客車 車上兩名男子當場失去呼吸心跳 送一場就還是宣告不治 這起車禍 還另外造成了一人重傷 六人輕傷 有人被夾在裡面趕快下來 高速公路上兩臺大車 和好幾輛自小客車撞成一團 三線車到滿市車和碎片 甚至有車輛繁複在路間 目擊民眾見狀趕緊下車幫忙 因為傳出還有人手困車內 兩個手困在哪邊 這一個 前中一個後中一個 一點這樣開了 一點這樣開了 警銷人員趕緊現場救援 出動大型機具 將卡死在連結車底的黑色交車拉出 救出一名年約七八十歲的老婦人 但他已經沒了呼吸心跳 情況不樂觀 另一臺銀色自小客車 被兩臺大車夾擊 撞成一塊鐵餅 車上的兩名男子當場沒了呼吸心跳 送一搶救後 人選高不治 驚悚死亡車禍就發生在國道三號南下翔山路段 二十八號晚間六點半左右 大量車流準備下匝道 銜接臺六十一線 一臺連結車疑似未注意路況 高速撞上第一輛轎車後 連環追撞才會釀貨 車禍共造成六人輕傷 兩人死亡 一名重傷還在搶救當中 當時正值下半時間車流回堵 至少三公里一度全線封閉 目前已經恢復通行 詳細的事發經過 都還有待國道警方調查釐清 藉綜合報導